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索爾 本次來介紹的是最近剛三次的新小生生活 希望能幫助各位朋友在正式進行遊玩之前 能快速了解這個遊戲 這是一款田園生活模擬經營遊戲 故事描述厭倦的城市生活的玩家 接到奶奶寄來的神秘興建後 決定回歸幼時生活的故鄉小生村 在回歸故鄉之後 玩家將逐步改裝奶奶的老家 在生活空間中隨自己喜好擺設家具裝飾 並與小生村民們彼此心靈交流 來展開故事達成任務 一步步了解小生村民們故事的點點滴滴融入其中 享受自由自在的療癒慢活 以上就是新小生生活大致的遊戲內容 遊戲大綱說明完正式進入遊戲中來做介紹 因為遊戲的設定是日式鄉村生活 所以不管是遊戲內的人物或環境 我個人感覺是帶有日式及普利風格的 這點在我剛進到遊戲的時候 是讓我有點驚訝的 造景跟畫風真的有把風格塑造出來 但有一點是頗為遺憾 雖然有塑造出日式及普利風格 但畫質我覺得還是略顯粗糙 雖然相比於前一版的小生生活 遊戲建模已經有改善 但相較於現在新上線的其他遊戲 還是略遜一些 而且畢竟這是田園養成遊戲 不是一般打怪戀擊的遊戲 玩家是從逐步發展的家園來獲得成就感 若畫面能再精緻一點的話 那就更好了 但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也許是我要求太高也不一定 這就見仁見智了 接下來介紹一些主要的系統 仙壇帳號等級 因為新小生生活是一款田園養成遊戲 所以升級不像一般NO一樣靠打怪戀擊 除了基本的解主線任務升級之外 製作家具或料理等也能獲得經驗升級 還是交付村民提供的訂單也可以 每天都有村民會提供一些訂單可以完成 完成訂單也會有經驗值 而且自宅等級越高 能借的訂單也越多 最後不論是要完成訂單或者是做家具 都是得需要採集原料或製作基礎材料 這兩個行為也是會有經驗值的 當奧等級綁定自宅升級 自宅升級之後會開放性的主線任務跟功能 之後玩家藉由完成這些主線跟功能 提升帳號等級 帳號等級升級之後又可以提升自在等級 就這樣循環下去 因為這遊戲沒有人物養成的部分 直接來談商城 商城裡面有道具 這邊就是賣一些遊戲內的道具 小物的部分就是賣各式家具 服裝就是賣人物的服裝跟配件 若期有賣滑板車、腳踏車、機車等 值購的部分是賣限購一次的禮包 禮包部分則是分成每日跟每週限定購買的禮包 最後是儲值的部分 33元60個鑽石,比值大約是1比2 但這遊戲我沒找到有抽卡的地方 所以儲值就是拿來買禮包 或者是家具、衣服等商品 遊戲也有月卡 月卡只有一種170元的 會給一套廚師裝跟一些特殊功能 還有每天會給物資 物資的部分會依自宅等級不同 達到獎勵也不同 商城的部分就要到這裡結束 所有談遊戲玩法 因為這遊戲是田園養成 主要任務就是圍繞著建造主角的家園進行 不管要做家具或者是做料理都需要原料 家具的原料需要從自宅走到森林去採集 可以砍樹獲得木材 挖環獲得石頭等 但要注意採集需要花費體力 近期一次動作就需要花費2點體力 體力則是2分鐘回1點 有一陷阱因為需要各種材料 所以體力需要配置一下 不要多花在採集某種特定材料上 這樣要採集其他材料就不夠用了 採集到原料需要進行加工 加工需要時間 而且一開始只能同時加工一種材料 低級材料製作的時間不長 後面高級材料製作時間應該會越來越長 要有兩個以上的隊列需要升級加工台 但加工台需要自宅等級夠才能升級 加工出來的材料可以進一步製造家具 或者是修復自宅等 料理的部分則是需要食材 食材的部分則是採用種植 需要先在村子內買香對應的種子 之後種在田地裡 種子需要時間 時間到之後才可以採收 採收後就可以在料理台製作料理 製作料理也是需要時間 而且時間較於製作材料更長 遊戲主要就是利用這些製作出來的家具或料理 來推進主線任務推展劇情 但除了推進主線任務外 還能加入訂單獲取資源跟經驗 所以尤其前期最缺的是體力 雖然製作材料跟料理不花體力 但要製作豬這些東西 就需要採集大量材料 種植跟採集需要花大量的體力 體力除了自然恢復之外 還可以吃料理恢復體力 但不能無限吃 保持度滿了之後就不能再吃了 需要等5小時之後才能再吃 所以前期體力分配還是重要的 但這邊有點想小抱怨了 這遊戲跟其他遊戲一樣 可以領回體力的道具 但只有限一小時領取 現在很少遊戲是這樣設定的了 都是一整天都能領取 這種限定一小時領取的設定 我個人覺得不是很佳 最後談一下新小生生活的小姐 整體的遊戲體驗是不差 也沒有啥需要抽卡獨臉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比較不佳的就是 畫面略為粗糙跟免費體力 或許時間限定的態勢 但養成遊戲就很吃玩家個人的喜好度了 因為主打田園兩城 所以劇情的部分感覺是比較薄弱 主要是看著自己的家園 從老就破壞一直慢慢翻新修復的過程 偏向單機的養成遊戲 但可以去其他玩家家偷菜 有點之前FB盛行開心農場這類的感覺 只從農場拓展到建設整個家園這樣 慢慢把家園一步一步建設起來 但因為製作材料都需要等時間 後期明顯可制的缺點就是節奏會變得很慢 可能完成一個家具需要數小時甚至數天等 喜歡建設家園的玩家可以玩看看 可以當作休閒用的附遊戲玩 但因為除了巡弱之外 採集這類的動作都需要自行操作 不喜歡這種養成類型 不喜歡自己操作 還是不喜歡漫步調玩家就不建議了 這類遊戲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小眾 就很是玩家個人喜好的遊戲了 其實小生生活就就到這 再次提醒大家要記得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不要按下訂閱旁鈴鐺開始通知 之後有新的遊戲介紹影片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若對影片中有任何疑惑 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精進解答各位的問題 也歡迎大家加入NB粉絲團 粉絲網址我會放在說明欄中 頻道盡力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時若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30秒廣告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倒個水、生日藍藥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能順勁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遊戲實況聊聊 每天晚上在YouTube開播 等您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掰掰